已經幫他把我抓抓了 這段時間到我們就去抓抓 他就沒有機會去了 對他已經找不到 爸爸身內俱下出面控訴 即將滿中歲的寶貝兒子萱萱 送到公託中心 缺陰保育園疏失 導致窒息腦部缺氧腦死 找不到死因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監視器好了 我們就緩然大悟 小孩就是被口罩悶死的 老是有這樣的疏失 我覺得我就不可以容忍 拿出萱萱佩戴的兒童口罩 想起從監視器上看到的 最後身影及整個搶救過程 爸爸再次崩潰哽咽 生前可愛影片如今卻成了追憶 家屬指控男嬰會不幸死亡 全身一公託中心規定 因近期呼吸道疾病流行 得實施佩戴口罩 而悲劇就發生在新北市新莊 一所國小內的公託中心 20號上午萱萱抗拒戴口罩後 動手扯掉 保育園強制讓他戴上後 導致他不斷哭鬧 眼淚 鼻水 把口罩全都弄濕 8點14分時 萱萱趴下臀部撬高 但直到8點36分 保育園才發現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緊急通報送醫 但整個將近22分鐘的過程中 保育園完全都沒發現異狀 還以為他只是哭泪睡著而已 我們也要求中心依法保存30天 也會進行相關調查 了解事件的原因 如茶友違反情勢 會依法採除 家屬努力7、8年才懷孕 生下萱萱 沒想到卻因公脱疏 連周歲都還來不及慶祝 一家人就此 天人永隔 現在家屬只能報警處理 判相關單位介入調查 給個公道 紀事文又來去吳廷正常有報導